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集齐三块上古神器 并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先在河边建设一个简单的基地 铺上地基 这个时候凌峰和旋风回来了 他们两个出去了一段时间 然而并没有找到出口 我从六号世界带上了不少物品过来 像这把长管步枪配上麻醉镖 就可以用来驯服生物了 当然从长期来看 这个世界的资源补充才是最重要的 凌峰 你不怕火烧着毛了 来 给你吃点烤肉 旋风 你也饿了吧 在基地上面放一个桌子 然后摆上研磨器 麻醉药就可以在这里制作 我的身上还有两个传送器 先在家里面放一个 将它命名为地下河流基地 然后我把绿头人 多拉和霸神 都带到了我的基地旁边 多拉已经帮我采集到了非常多的纤维 还有一些果子 它的采集效率真的比我高太多了 我要去做几个柜子来存放资源 然后再做一些木头墙壁 将我的基地包围起来 虽然木头墙壁不牢固 但是总比空着安全吧 OK 这个时候 我的鹰上也醒了 把它带过来 和其他的宠物一起 保护我们的基地 我决定把蓝翔放出来 和我一起去寻找地下洞穴出口 宠物们 你们在家好好待着 等我找到出口了 我就会回来的 诶 这是 我想想 它叫嘎茶 对没错 这是采取给我植入的记忆 从它的身上掉下来一块水晶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 先收着吧 这个家伙看上去长得憨憨的 像头熊似的 没啥攻击性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它驯服了 好好的研究研究 在附近 我有发现了一些金属框 通过Tag手臂充能 就可以直接击碎 采集到金属了 对了 我这出来找出口的 怎么采取金属框来了 蓝翔 我们走吧 这里的光线不太好 看起来有点伤网伤伤的 但我很确定 现在是白天 洞穴这么大 光线也不好 也难怪凌峰和旋风 没找到出口呢 这儿有些水晶 就是我在凌峰的视野里面 发现的那种水晶 看看它和其他的水晶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诶 什么情况 这 这只迅猛龙 是来碰瓷的吧 它自己把头伸过来 放在了我的斧头下 就这么一斧头 它就没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发现这种矿石里面 除了水晶之外 还有石头和绿宝石碎片 诶 左上角有个出口 我发现了一片亮光 这是一个大的缺口 从这里肯定可以出去 这种出口 稍不留神 就不容易发现 果然 从这里 可以走出地下世界 太好了 我们可以重建阳光了 我的天哪 这飞碟 也太大了吧 这到底 是谁建造的 它到底有没有危险 里面 又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 就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我们的飞行器 采薛 你醒了 我来自于幻影星 我们的主世界 就存在于这个时空 这里 被我们称之为地球 我们自己的星球 有非常高的科技水平 举行飞行器 能够一光速 进行空间跳跃 我们在太空中 飞行了八百年 才找到这样一颗 充满生机的星球 于是 于是你们就占领了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搜寻地球的资源 可是 为什么你也被打入星界了呢 这个以后再说吧 你先去帮我找到身体 可是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呀 应该会在山谋地区 我去那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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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儿啊